这里先请各位看一个战力 假如说八路军的一个营 大概五百多人误打误撞 闯进了日战区府地 日军为了消灭这股突如其来的八路 派出两万多人的部队进行剿灭 在经过两天的激战后 日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 让八路军伤亡四百多人 但剩余部队成功突围 大家觉得这项战役是胜利的吗 不用说 这绝对可以一战封神 要知道 平行官大捷打的伏击战 才勉强把中日战损笔拉到了一比一 这次的战损笔可是一比五 这个战绩 估计哪怕是蒋武园长 都要亲自节俭一下 但如果把双方的角色对调一下 是日军五百多人的大队 深入八路军府地 你还会觉得这是八路军的胜利吗 而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场战役 这支日军叫港旗支队 这场战役叫官家脑战役 大家好 我是真实剧 看过亮剑的朋友 对于山旗大队这场战役一定不陌生 影片中 四以三八六里为主攻 团级单位轮番攻击 先四七下二团再由李云龙的独立团全间山旗大队 结尾虽然令人舒服 但影视剧毕竟是影视剧 多少要迎合观众需求 去放一些爽点在里面 你要说这场战役胜利了吗 确实是胜利了 但你要看看双方的伤亡对比及处境 只能说是赢得惨烈 1940年10月30日 当时正处于百团大战的尾声 日军36师团港籍大队 在抗日根据地里乱窜 烧杀抢掠 让彭总怒火中烧 便决心在官家脑这个位置 消灭这小国日军 当时八路军的战斗部署是怎样的呢 进攻方 八路军第129师的386旅 第10旅归刘伯成邓小平指挥 第129师386旅派出一部 和决死移众队第五团 第38团归陈庚指挥 当时是安排了四个团 分别从官家脑的四个方向进攻 彭老总亲自指挥 三个旅 两个团 总兵力达两万多人 防守方 日军港旗大队总人数大概510人左右 指挥员港旗签长 固守官家脑阵地 居高临下进行防守待员 这里先说结果 在40比1这样的兵力差之下 换而言之 就是在两万多人临番攻击下 港旗大队伤亡400多人 最后仅剩几十人 还是坚持到了援军感来 八路军这边则是伤亡2000多人 有人可能不敢相信 感觉这和电视剧上的宣传不一样了 但和遗憾 这个就是真实的历史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首先是武器装备方面 仅仅日军一个步兵大队 就配有轻机枪45艇 重机枪10艇 制弹筒9支 手榴弹300枚 还有迫击炮 山炮等 炮弹300发 官家脑战役打到一半 港旗竟然还呼叫了 数架日军的轰炸机 对我军进行轰炸 而我们这边虽说参战有八个主力团 但在火力对比上 也没比港旗大队强多少 无奈也只能采用人海战术 亮剑中 李明龙口中经常拿来讨价还价的 捷克式机枪 在日军手里是完全不缺的 我们总说小米将步枪 打赢了飞机扎大炮 这固然值得自豪 但我们其实也要清楚 小米将步枪是无奈之举 如果能用炮火覆盖 谁会又选择人海战术呢 再说单兵素质 日本人在918之前 就实行了多年的义务教育 军国主义思想教育 一个日本士兵 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和系统军事训练 他们每个人都会配备战续手册 单兵独立绘制地图 而中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大部分士兵 比如说训练绘制地图 就是学几个字 都可以叫做有文化了 有人可能会说 咱们素质虽然跟不上规则 但是八路军打仗不怕死 我们拼刺刀厉害 还有功夫 我只能说这种剧情 你也就只能在电视剧上看得到了 中国士兵之所以单兵素质不行 跟口粮集养问题是有关的 之前看过这样一个例子 聂帅在视察禁忌查的时候 就曾明确要求部队 不准采树叶吃 为什么呢 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这也许是在保护生态 但那时候八路军有这样的军令 却是因为当地老百姓 也只能吃树叶 如果部队把树叶都吃了 那百姓就没得吃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之下 人民依然全力的支持 过去有一句这样的谚语 最后一碗米送去当军粮 最后一个碗送去打东粮 其实这场关家脑战役 在很多电影电视剧 都是有体现的 但说实话 没有一部是真正把其中的残酷 给体现出来 换句话解释 都是从政治立场出发 进行改编过的 为什么说《亮剑》 是一部良心电视剧 因为至少在《亮剑》中 山崎大队长是被手榴弹炸死的 这和历史上半差不差 但没有讲的是 在炸死主要几个指挥官以后 日军剩余官兵 在没有统一指挥下 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 六个多小时 顶住几千人轮番攻击 直到援军赶来 我看过很多史料上 总结这段战役结尾的 基本上说的都是 港七大队基本被消灭殆尽 指挥官击毙 剩余残敌 在援冰接应下 携遗失280具仓皇逃走 而真实情况却是 八个主力团两天轮番攻击 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 虽然将日军基本上给打没了 但我们还是不仅阵地没攻破 最后还被其逃走了 讲到这 可能会有朋友觉得我是在讽刺 说实话 查询这段史料的时候 我是很气愤的 同时也很无奈 因为在真实的抗战历史逐渐模糊的心听 想清晰地认识到抗战的艰难 理解先列们的伟大有多难 本期视频 真实军也是想让大家清楚 抗日战争并不等于电影电视剧 不是施展点中国功夫 杀鬼子于无形 也不是搂着心爱的姑娘 一边秀恩爱一边打鬼子 抗日战争一点都不浪漫 一点都不有趣 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的牺牲 换来的 却只能是官家脑战斗这样令人叹息的战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